孩子是因为向着妈妈的胸部而造成窒息死亡的 很多妈妈带小孩出门会使用背筋 但如果是四个月以下宝宝无法控制颈部 容易造成窒息 另外像是厚毛毯 床围或是下拉式婴儿床 同样有致命风险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婴儿床 洗澡衣等 明定为婴尸检项目 但在台湾却没有明确规范 像我们的上下拉动的那个床 造成孩子窒息的那个状况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背筋 国内有发生过 可是有的事实上是没有标准 也没有婴尸检项目 甚至我们也看到说 我们的枕头跟毛毯 这也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靖倦基金会针对107年儿童事故伤亡新闻进行分析 发现交通事故和照顾疏忽 是造成儿童死亡的两大主因 其中照顾疏忽常见窒息死亡事故 即将迎接农历新年 民众家中都会准备零食 哪些食物是儿童不宜 做家长的也得要特别当心 当然我们更建议家长不要去喂食 也就是直径在3.17的贡丸 糖果 麻糬 脊肉 果冻 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所以会建议家长 这些会造成窒息的东西 都应该不要避免让孩子拿取 或者是你喂食它 1 2 3 4 5 那如果顺利的话呢 他就这种比较有机会 把它咳出来 掉出来 遇到小朋友义务梗塞 医师也教大家可以让宝宝脸部朝下 以头下脚上的方式 利用手掌拍背 让小孩吐出义务 因幼儿无法自主表达 进决基金会也提醒家长 要随时注意小孩状况 以免一时疏忽造成终身遗憾 开报到台北苏尔新闻 邱世民参谋报道